安坑国小在5月9号举办了117周年的夏庆还有运动会 有许多师生为了要庆祝学校的生日 精心打扮成各国造型 活到一开始就是由六年级的学生带来复古健康超 紧接着还有幼儿园一连串可爱的表演 校长方庆林就表示 今年有别以往 特别安排了特教班的学生 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一同来参加短跑竞赛 希望让全校的师生们一起动起来 安坑国小5月9号举办117周年校庆祭运动会 不少地方民代里长也都前来祝贺学校生日 全校师生一大早精神异议排列在操场上 有的班级特别打扮了不同国家的造型 庆贺这一年一度的日子 随后由学生代表宣示运动会就此展开 首先由六年级带来复古健康操 所有班级 令人怀念的健康操简单的伸展动作 搭配着音乐和口令 让每个人都能舒展暖身 而紧接着出场的是 可爱的幼儿园小朋友 带来缤纷有趣的气球伞表演 以及动物歌唱跳 幼儿园小朋友穿着闪亮的两节式服装 不管是小男生还是小女生 勾姿的模样 让场边的爸爸妈妈拿起相机猛拍照 小朋友兴奋地跟着节奏 轻快的音乐跳舞 全场都感染了欢乐气氛 安坑国小校长方清凌表示 今年校庆特别以全校师生动起来为主轴 所以有别以往 就连特教班和幼儿园的小朋友 都安排了短跑竞赛 包含团体的竞赛 还有个人的竞赛 都让小朋友有充分表现的机会 包含我们从一到从幼儿园开始 都有短跑 每一个人都要下场去比赛 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另外为配合今年的 117周年的校庆 我们办了一个全班 一起跑117公里的路跑活动 就是要倡导大家一起来运动 这样的精神 场边努力地喊着加油 特教班的小朋友虽然行动不便 但仍旧卖力地往前迈进 永不放弃的精神令人敬佩 另外幼儿园小朋友的40公尺 短跑竞赛 则是笑声不断 鼓声一下 小小孩全力冲刺 却有人跑到一半掉了鞋子 重新穿好后再次向前冲 发挥了运动家精神 天空作美带来的好天气 让安坑国小校庆热闹滚滚 圆满顺利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导